2018鹿港庆端羊系列活动精彩可期 今年除了延续夜间龙舟赛之外 更有隔岸拔河比赛 抛锈球等趣味活动 今年更扩大LED灯饰到鹿港老街 工卫堂 艺术村及体育场等区域 要让鹿港越夜越美丽 县长魏明谷邀请全国民众到彰化鹿港旅游及彩街 晚上来鹿港七头 我们就发现说原来鹿港越夜越美丽 我们要点亮鹿港 让推动我们彰化线夜的观光 夜的经济 创造我们彰化线旅馆业以及民宿业的新盛 那这样的话游客来彰化就会多停留越久住了一晚 那我们赚的钱就会越来越多 这是我们最主要来把观光转型 从一日游变成二日游创造我们观光经济的效益 我们这个民宿开放 还有很多油客来到鹿港会在这里建民 现在晚上的时候我们陮聚客有些 Sure stadium 有一堂这的上高就是在买我们所为是买 买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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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买旅 名列全国十二大节庆活动的 陆港庆端阳活动已经陆续展开 为期一个月的时间 一直到六月二十四日 欢迎全国乡亲一起来观赏龙舟赛 以及重新举办的隔岸拔河 体验陆港民属与公益古迹和小区 发现陆港的新魅力 将华县政府除了在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 提供免费接驳车外 并自即日起至六月十八日 与活动现场路段进行不同程度的交通管制措施 详细活动相关资讯 请上活动官网查询或参阅活动哲业 公益频道张华云陆港采访报导